台東市四維里內有許多低洼的地區 每逢大雨不僅路面積水 人車難以通行 水溝也因為排水不良 導致雨水淹禁 省禮街24巷內某些住戶家裡 四維里洋藥前里長 將淹水的問題向台東市公所公務客反映 希望這老民的淹水問題可以獲得改善 我們知道 這邊一直都有下大雨被積水的困擾 所以我也透過洪瑞隆代表來建議補助 我們也花了很多工夫把這邊的衣機的情形都改善了 不過遇到下雨瞬間大雨也一樣也是積水 台東市公所在整渠道整修水溝的經費後 7月就已經開始進行整修工程 7月29號早上10點 台東市長張國舟也在公務客客長張立芬 一行人的陪同下來到施工現場 關心工程進行的狀況 這條路段是勝利街24巷 那這段路段是為了改善就是 我們這邊住戶 其實他們每逢大雨的時候 都會造成淹水 那我們在馬亨大道那個地方 我們把它的主要水全部結一段 只收路面水 可以改善這邊的路面淹水的情況 然後造成民眾比較好的生活環境 那我們本來的經費補助經費是原民會補助 大約一百多萬餘圓 那我們預計公頃在8月底前會完成 由於四維里勝利街24巷內的住家 滴於巷道的路面高度 只要降下大雨 馬亨亨大道的路面雨水 就會流向勝利街24巷低蛙的住戶 今晚水溝淤泥已經清理乾淨 住家仍然受鹽水所困擾 所以24巷的水溝改善工程 勢必要來進行 公所功課也幾次來珍惜 今年度這個工程款 不足的經費下來了 目前都在試作當中 我們期盼這個水溝改善工程完成之後 海水良好也讓這邊的居民 生活平時都能夠提升一點 相信透過這項排水修建工程 可以獲得改善四維里勝利街24巷內的鹽水問題 也還給當地住戶一個安全的居住環境 東台新聞溫格台東市報導